严之景甚至违背我的意愿签署公司协议 我提议罢免他的代理董事长职务 不知道各位长辈有什么建议 考虑到协议的真实性 罢免严之景没问题 但是 谁来顶替骆老爷子的位置呢 雪儿是骆家唯一合法继承人 我建议 由雪儿顶替 这些年一直都是严总在帮忙打理骆家的大小事务 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没错 这事啊就应该谨慎点 毕竟 有关落实的未来 其实无论是公司管理还是业务能力 我都不如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多向经书全书二位学习 一起管理公司 毕竟 爷爷在世的时候 二位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 既然大家意见不同意 还是投票表决吧 同意落悬当代理董事一职的举手 表决超过半数 在这里我们恭喜洛小姐成为公司的代理董事长 我要忍住 不能被自己的愤怒 不能被自己的愤怒坏了大事 小儿 我知道做出这种事情 很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原谈我 原谈我 我知道发生这种事 本不该求得你的原谅 我也知道 我可以原谅你 但孩子的事情你必须处理好 你的意思是 让他把孩子打掉 奶奶年纪大了 他一直想抱个虫孙子 你非要跟爷爷赞助的大学生 扯上关系 你知道这样会对洛世的生育 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你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白教教 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轩儿 你来了 这姐了 想我了没 轩儿 我刚下飞机就立马赶了过来 就怕你等着急了 姐姐 有没有想我 这次出差真的好累哦 轩儿 走 咱们回家 啊 洛小姐 据我所知 手机在国外会变成嘟嘟嘟的声音 不会有彩铃 你在美国那边要注意身体 早点回来 这边的公司还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回来处理呢 志景 美国那边不是白天吗 你怎么还开着灯啊 现在外面太热了 然后我就把床帘拉上了 轩儿 晚上想去吃点什么 你把你从美国飞护城的机票给我吧 我拿去公司报销 这个还有麻烦你吗 回头我让公司财务报销一下就好了 可我想看看你的机票 我给你找一下 机票可能落在飞机上了 没事不就是一张机票吗 报不报销得无所谓了 我有所谓 轩儿 我累了 我们回家再聊吧 轩儿 你听我解释啊 若萱 志景回来了 若萱 是 我是没去美国 但是我是在国内谈成了一笔生意 下个月不是爷爷生日吗 我是想给爷爷和你个惊喜 改变爷爷对我的看法 当初你和我结婚 爷爷就不同意 这些年 爷一直都瞧不起我 我是为了证明我自己 所以 所以我就自己带人 去谈谈这笔生意 你要是不相信 你明天可以去张姐那里 看签的合同 光流水就上亿 爷爷看了肯定很高兴 那 那下不为例啊 绝对下不为例 雪儿 来来来来 爷爷要是看到我 谈成了这笔生意 他肯定对我刮目相看啊 喂是我 什么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老爷子是突发心梗 必须马上抢救 你们去办手去吧 放心 有我在 住院手术先交十万押金吧 换我交二十万 多的最后再退 我是不想看你来回折腾 反正 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把爷爷治好 雪儿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的 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 希望能打赏 去äm一个 来 那就 救我的 就 酒 我 剩下 小眼 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来了 辛苦你来送爷爷 真的像传说的一样冷酷 陆轩 姐 陆轩 我代表米氏集团来送骆爷爷最后一场 感谢您能来 我是 严总 请问一下 洛家在严氏集团的股份 你打算怎么处理 还有 以后的运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明总放心 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 早就 看来还是严总厉害 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怪不得严氏集团近年发展得这么好 明镜 谢谢你来看爷爷 洛家的基业 还有我太太 我都会处理好的 白家家 安排明总入座 各位叔叔阿姨 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爷爷的追悼会 洛轩这些天很辛苦 作为丈夫的我 看着很心痛 但是有了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陪他一起度过这次难关 家家 是骆天恒资助你上的大学 在他的引荐下 你一步步成为严氏集团的副总 今天你忙前忙后 也算是不枉洛老爷子 对你的一片苦心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家家 你对知景的情谊 奶奶心里明白 想当年 奶奶一个人 从东北来到这封城 要是没有你身上这点劲 怎么可能带着严氏集团 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不过 我要提醒你 知景这个孩子 有点贪玩 都是我给惯坏了 不过 这个孩子孰轻孰重 他是分得清的 现在 严氏最重要的是 跟洛家联合 拿到洛氏的继承权 这样 我们严家 才能和敏家 平起平坐 这个女儿怎么又去 讨好严家奶奶 搞得她好像女主人一样 严家表面风平浪静 实则波头旋路 知景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雪儿 不光是最落雪 就算是 我说的是就算啊 就算是 雪儿出点什么事 知景 也必须跟他家做联姻 也轮不到你 不过各位请放心 我和洛璇 一定会担起两个 集团的重担 不会让集团在运作上 出现任何闪失 我在这里 带洛璇向大家保证 如果在此期间 跟在座的各位长辈 在生意上出现任何问题 请大家都直接找我 我一定带洛璇 马上解决 逝者已逝 生者如斯 洛爷爷得高望重 他的突然离开 会引来很大的变故 要有心理准备 我知道 好多事情一下子都没人做出 幸好有知景和佳佳陪着我 再好的关系都得分清你我 你的就是你的 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爷爷 希望你在天上 也能看到我们这些晚辈 把家族的生意 发扬光大 如果不是之前我一个人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对最近有什么误会 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聊这些 以后洛氏集团 还需要你多多帮衬 肯定的 这个你放心 多多保重 这里我会安排人收拾 你是想先回家休息 还是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燕总 公司下午有一个创意投标会 时间快来不及了 要不我找人把姐姐和奶奶送回去 我想先回家 收拾一下爷爷的遗物 志景 你安排人送奶奶回去吧 雪儿 你自己能行吗 洛权 我送你吧 我自己可以的 没事 顺路 严总 我们走吧 灭心 当着我的灭心殷勤是吧 你等着 等我继承了洛家的产业之后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走吧 颜总 要迟到了 我 东西 我们都看到 我们大家都知道 把你帮助 这个人 是 我 我们想知道 我们想知道 忽然 不得了 我 但有 我们的 不要 忽然 我 生日 怎么样爷爷 我是不是比您的亲孙女儿 一点都不差 你拿爷爷手机干嘛 没什么 你怎么能随意翻爷爷手机呢 把手机给我 骆萱 你冷静点 你把手机给我 你把爷爷手机还给我 骆萱 骆萱 各位不好意思 骆小姐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 要不然你们改天再来 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 对啊 咱来找骆小姐的 要么您去再给她说说 只怕再晚我们工作都没了 骆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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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您家里有事 我就先走了 改天再见 阿卿 这是骆老爷子的股权继承合同 您看一下 你们找我是公司的事 是啊 公司的事你们找知景就行了 骆小姐 我们找您就是要反应啊 严总的事啊 骆小姐 洛姐姐,绝锦哥哥对于你,是锦上添花,没有他你一样是洛霞的大小姐,但是对于我,就是必须比,他是我能留在这座城市的门票,有了他,我就可以和你平起平坐呢。 智锦哥哥,我给你熬了点粥,你先吃点吧。 洛璇给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叫我? 我也刚睡醒,没看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搞的小动作。 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先去把账结了。 少我的卡。 你好,您这边一共消费一万六千二百元,请问是扫码还是刷卡? 洛雪,可怜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刷卡,今天我白家家就做一回膳食,让你知道,你身边的男人,跟我乖。 我当时真的喝多了,不然我惹这位姐姐,对我有什么好处。 老爷子没了,现在是关键时期。 洛雪那边我也哄得差不多了,她也答应把洛雪的股份转给我。 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哦,对了,明天这套房子直接过户给你。 可是这个楼盘不是我们跟洛家一起投资的吗? 而且洛家是大股东。 只要你不再跟我惹事,明天董事会议通过。 洛家的不就是我的了吗? 喂,雪儿,你找我啊? 我刚才一直开会呢,刚忙完。 你在爷爷家签计生合同? 好,我马上过来。 嗯,好。 既然您已经签了字, 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洛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 如果以后您还有其他方面法律的事务,随时联系我。 谢谢你啊,王律师,辛苦了。 跟洛老爷子合作这么多年,应该做的。 您休息。 王律师,洛氏集团的继承合同签完了? 哦,已经跟洛小姐交接完了。 具体的事宜,你还是问她吧。 辛苦了。 应该做的。 你不能把股份就这么转让给他们啊。 你转让给他们,我们不就都回家去了吗? 严总还没有正式接管公司。 最近,岗位已经开始频繁交换了。 尤其是我们财务部,还有他们法务部,莫名其妙来了几个新人,就让我交账。 财务这么大的事情,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是不会轻易交出去的。 哎呀,老爷子走得这么突然,我们说来问问阿七。 他们都说您同意让严总继管公司。 所以,我们叫阿七带我们来见你。 他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而且负责的都是各个重要节点。 老爷子还在的时候非常器重他们,还经常叫大家来家里吃饭。 各位放心,先回去安心工作吧。 爷爷虽然走了,我还在。 我是跟知情讨论过公司后续的安排,但是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 等这几天董事会开完后再说吧。 好,那我们就走了。 那您先休息啊。 你多休息啊。 先休息啊。 先走。 神儿,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嗯,刚签完股份继承协议。 阿七,把东西收拾一下。 雪儿。 累坏了吧,这段时间压力这么大,还要处理公司的事。 以后你就安心做我的好太太,其他的事交给我。 啊? 若是集团股份的事,我想重新考虑一下。 明天的董事会推迟吧。 什么? 你这转让协议怎么失效了呀? 我刚才去财务签手续,让财务给对回来了。 说是我们公司现在没有权力签转让协议。 你这什么意思啊? 给我开空头支票啊? 不是你说话呀。 你给我个解释,你说清楚。 她要反悔,不想把股份转给我。 她说她要去见赵叔,聊股份的事。 你奶奶知道这个事情吗? 。 小姐!小姐! 小姐! 她现在情况相对比较危机。 而且血液压迫了神经。 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 如果需要关心,大概就能听听。 有什么问题找我? 医生说他现在情况很危险 头部受到了谋略的撞击 造成颅内出息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耽误手术的话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如果医院找不到家属 医院就没法给他做手术 可是 不签字的话 不是不签字 是找不到人签字 好了赶紧走吧 郭彩有事呢 走了 严总 我 还没联系到病人家属吗 我打了很多次电话 都是无人接替 接着打电话 师姐 你在哪里 洛璇 你醒了 你是 我是弥总的 助理 林渊 这里是敏试集团旗下的 封城来福市医院 你车祸后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 医生说 你能醒过来算是个奇迹了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事情 董事长 我们已经尽全力给洛小姐做手术了 至于洛小姐什么时候能够醒来 这就要看洛小姐求生的欲望 到底有多强烈了 你得早点醒过来 再晚一点 就一切都完了 要不是我们敏总签了字 你可能连手术都做不了 是敏西就躲 是的 洛小姐 当时我们刚好到医院 恰巧看到 严总和白佳佳 从门口走出来 明总 要不要下去打个招呼 还是联系不上 病人家属 那怎么办 她现在情况很危急 不用等了 她不会有家属来的 那洛师的股份呢 为什么洛家人不在这里 阿七呢 我问你话呢 你说话呀 你在洛家的股份 被转移走了 我们封锁了消息 除了我们 没有人会来看你 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 我们只是想要救你 谁让你们救我的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严谊 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没有了 落实的股份也没了 连炎之酒都要抛弃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 就这么死了算了 你要把你爷爷 一辈子的心血 拱手相让给 背叛你的渣男吗 你愿意看到你死后 严知景带着那个小餐 逍遥快乐的生活吗 洛盈也一辈子的心血 在你一念之间化为乌有 看来我确实救错人了 庆幸的是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严知景的真面 现在除了我和林渊宁爱 没有人知道你醒了 现在也是他们 最肆意妄为的时候 你要趁现在尽可能 收集一切有利于你的证据 我刚下飞机就立马赶了过来 也许是爷爷 冥冥之中在保护着我 也许是老天安排 敏锡来救了我 但不管怎么样 我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既然我活了下来 就一定有让我活下来的理由 严知景 百家家 你们等着 我 洛盛 一定会把所有属于我洛家的东西 你多回来 自从洛老爷子离世 洛氏集团内部一团混乱 虽然现在表面上 我是洛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但是难以扶重 不能马上进行人事调动 容易引起那些老头子 提高警惕 反正现在洛璇在医院昏迷不行 洛家和严家早晚都是你的 不行就拖 拖到他们看不到希望 我就不相信那帮唯利试图的老头子们 会反对你 你最近有没去医院看看洛璇 他是不是还在昏迷 昏迷啊 我前几天刚去看过他 知景哥哥 你放心 疾病是醒了 我能让他昏迷一次 就能让他昏迷第二次 对我现在一会儿 那就可能会不会有找人 我也不是这场 可能会不会不会有找人 是否也好 如果你一定会不会有找人 我早就这样 才会不会有找人 那些人 我本来不及不及 严总 怎么了 没事 你继续 之前哥哥 外面怎么了 一会儿你去看看洛璇 是不是孩子昏迷 明天吧 我一会儿得去看看奶奶 洛璇现在在医院昏迷不行 老太太都没人陪 我得替你多陪陪奶奶 即便是醒了 我能让她昏迷一次 就能让她昏迷第二次 喂奶奶 哦对我叫东西呢 您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来接您 哎好好好 好 对 菁姐也在公司呢 她说晚上找我们一块吃饭呢 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让你姐姐给你带来 哎好好好 可以可以 我跟她说 好嘞 哎小妈 你让刘家送只鸡过来 给佳佳补补身子 那你平时最看不惯白佳佳了 这是怎么了 奶奶 你吩咐我的事儿 我都已经办好了 洛寻现在昏迷不行 知景哥哥也当上了 洛氏集团的代理董事 那我什么时候 能光明正大地 和知景哥哥在一起啊 佳佳 你再等一等 等我牢牢地把洛氏集团 掌握在我们一人家手里 我就让洛璇和知景离婚 好 奶奶 你对我最好了 哎呀 我手机忘带了 不行 我得回去拿去 我怕知景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奶奶 晚上我给你做到我的拿手菜 知景哥哥之前 最喜欢我做的狮子头了 你怀孕了 还做什么饭呢 原奶奶 哎 敏心 严奶奶 下午好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这不是刚回国吗 想在您家附近买栋别墅 跟您做邻居 也方便跟严总一起聊聊业务 哦那太好了 房子看好了没有啊 还没呢 您是不知道 您这别墅区太大了 我都快迷路了 奶奶 您一会儿有事吗 没事的话 带我到附近转转呗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没事没事 我现在啊 就带你们到附近转转去 敏少爷 您还记得我吧 在陆爷爷的追悼会上 你不是严总公司的人吗 怎么在人家家里啊 他呀 是特地来接我出去逛街的 小儿不是生病了吗 出院了 我这个老婆子也就没人管了 知景啊 知景啊 他孝顺 特地让他们公司的员工来陪我的 他无聊 严奶奶 你看那东西 您说那几道户型有泳池吗 那边的户型啊 是没有泳池的 有泳池的都在这边呢 哦 您姓白 你不是严氏集团的副总吗 怎么亲自来陪严奶奶 奶奶 那我们看那边吧 好 我带你去看 这几个人怎么会突然来招奶奶 这不像免息的做事风格 难道落雪 奶奶 既然有明左陪您 我就先不陪您去逛街了 正好公司有点事要处理 我先回去处理一下 好的 佳佳你去吧 去忙吧 这套就有泳池 这密尔的户型啊 都有泳池 白家家已离开 送回医院 那边的户型啊 都是没有泳池的 这边的户型 都是有泳池的 我带你去看看去 行行行 那我们去看那边呢 就这儿啊 对 这个户型啊 就有你说的游泳池 来 我们进去看看去 封城的大小姐 会混到这种 朵朵苍苍的地步 可能连一个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都赶不上 没错 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生活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私下索性说 你走 只有自己知道 陆璇我来看你了 好点了吗 看来是我们太敏感了 洛璇 你就在这儿好好躺着吧 你的一切 都会是我的 洛小姐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事 哎呀 你少说两句 你没去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我 谢谢你们 今天要不是你们 要不是我们 你早就被他们躲在院子里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 要不是我派林渊跟着你 真不知道你会捅住什么乱子 记住了 不要再去打草惊蛇 现在我们要一步步搜集证据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她走了 万一那个白小姐回来怎么办 你 躺这 对呀 这里是一个秘密的画室 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 我让林安查到了 严知景和白佳佳他们四会的住处 就在对面亮灯那个房间 我把这儿买下来了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给你备好了洗漱用品 里面有卧室可以休息 你为什么要帮我 严知景我不喜欢 老大目标出现 在我昏迷的时候 曾经无数次想象过 严知景出轨的画面 因为自己可以坚强地面对 可就当这一切都发生 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还是无法平静 也许这就是一个女人 深深爱过之后的样子 你要干嘛 证据已经摆在眼前了 我现在就要离婚 洛权 你冷静一点 他现在巴不得跟你离婚 但是现在离婚了 你肯定会后悔的 因为你失去的 远比你想象得多 你不要忘了 落实集团里 你不是顾军分战 除了我 除了我 还有几位一直跟随爷爷的董事 都是举足轻重的人 你是说 赵叔 我们已经有了 骆天衡给骆轩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但你想要成为实际控制人 还需要至少百分之三十 只是一个代持的协议 其他股东可以不认的 那我们就需要 拉拢其他的股东了 刚才赵叔给我打电话了 他表示 支持我们这边 赵叔 他不是骆天衡的合伙人吗 他们关系可不一般 就算其他股东都支持我们 我觉得他都不一定 你别把所有人 都想得这么伟大好吗 在绝对利益面前 那些唯利是图的人 都抵不住诱惑的 我才是掌握 封城商业帝国的继承人 可即便有了赵叔 那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加上我们百分之二十股份 那也还是不够呀 米希 奶奶跟我说了 在洛璇生死未博的情况下 敏氏只有跟我们强强联合 才不会被淘汰 不然到时候 我掌控了洛氏和严氏 就算他敏氏再强 也抵不过我们两家 联合起来对付他 就昨天 米希带着你俩根屁虫 突然来找奶奶 说是要跟你做邻居 方便你们做生意 我还以为是洛璇醒了呢 吓得我 这个米希 果然很狡猾 知道我们颜家 现在奶奶最重要 直接绕裹去找老太太去 我这就去挥挥的 您好 这边请 林总 休息还忙工作啊 来 尝尝这个 怎么 不喜欢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我奶奶开的火锅店 旁边的那家包子铺 你最喜欢吃的 这个 严总今天不是来找我去救的吧 那我就名人不说暗话了 我想要你手里落势的股份 百分之十就行 我给你严氏百分之十的股份 这样敏氏 在三大家族都有股份 何乐而不为呢 百分之二十 我只要你百分之十 你管我要百分之二十 这不太合适吧 今早开盘的时候 你们两家的股价都有下跌 现在洛家的市值 是你们延世的两倍 原来这个家伙早有准备 我还真是低估他了 不过 这样算倒也不亏 这生意不亏 只要你得到我这里的百分之十 加上你们延氏集团 持有的落势股份 你和洛璇又是夫妻 在洛璇昏迷期间 你就可以掌控整个洛氏集团 一路 comprehensive 石头 这种筹土 这种筹土 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现在决定谁掌权这事还为时尚早 咱们再等等吧 洛璇现在在昏迷 但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醒过来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咱们再意也不迟 集团利益不差这几天 可是洛璇他还在 天恒刚走 轩儿又遇见这种事 咱们在这儿就这样把公司让给别人了 这是要让洛家绝户啊 赵叔 怎么就绝户了呢 轩儿是我妻子 他现在还在医院昏迷 我来带他管理公司 不是很正常吗 严知景 你姓严不姓洛 想当年 我跟洛天恒打天下的时候 你还穿开裆裤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牌 你们炎家这几年发展是不错 娶了轩儿 是你们炎家走的最漂亮的一步棋 但是 只要轩儿一天还活着 你在我们洛世 永远是外野 今天 我不投票给你 我看看 哪个憋犊子 敢站出来为你投票 这个老不死的 敢摆我一刀 我都说了不要相信他 他肯定会像着洛家的 不过这个老东西 倒是提醒了我们一点 只要洛轩一直昏迷 那你就是代表 洛家的唯一人选 那你就是肯定会像着洛家的 你坐下来 我的手 你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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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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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我还是很恭敬的 这帮老东西 什么同生共死的都是屁话 眼前的利益才是真的 你弄个消息 洛璇 知情 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我醒过来了 教师告诉你们的 我 我昏迷了多久啊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怎么了 你好像看到我醒过来 很惊讶的样子 不 不是 你昏迷了这么久 怎么 突然说醒就醒了 我也不知道啊 感觉有人在我旁边 摘掉了什么东西 然后呼吸就特别顺畅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后来医生和护士都来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以为我死了呢 雪儿 你刚醒过来 身体这么虚弱 你应该在医院好好休养 这个赵叔也真是的 严总 我刚打电话还说呢 雪儿这边有消息了 本来啊 打算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你先到了 是 醒了就好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吓得我赶紧赶过来 既然 雪儿已经醒了 那大家就没有必要纠结谁掌权了 是不是 是严总 雪儿 你也累了吧 你先带她回家 严奶奶也想你了 这后面的出院手续我来办 那麻烦赵叔了 你们小两口好好过 别再让我这个老头子 再为你们操心了 你去哪儿了 我正要给佳佳打电话 问你去哪儿了 怎么给佳佳打电话呀奶奶 洛璇出院了 我是去歇她 佳佳是公司副总 不是我秘书 你不要什么事都说 奶奶 我好想你啊 玄儿 我也好想你啊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晚上想吃什么 奶奶给你做啊 只要是奶奶做的 我都想吃 我又回到了这个家 这个曾经我以为 最安全的地方 雪儿 来 付点橙汁 现在 这里的一切对我而已 最近你真的是辛苦了 更像是博力的陷阱 来 多吃点啊 明西说得对 跟任何人都要保持 一个安全的距离 既然我回来了 就得把这个距离 再拉回来 对我是安全的 对你们 是危险的 就这么离婚 它还便宜你们俩 既然我回来 就让你们看看 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老大 难道 洛小姐才是你这次回国 真正的目的啊 怎么问题那么多 我 老大 现在洛小姐就没有危险了吗 用不用我继续守着 暂时不用 严家还得反应几天呢 你们俩也辛苦了 回去好好歇歇吧 后面还有硬仗要打呢 对了 有一个升职的机会 彭坏 严致计你什么意思 不接电话chair 不回消息 你是准备看到上气成人 就不要我了呗 你要是敢给我玩失踪的话 你信不信往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失踪 不说话似的 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 你把话说明白 你倒是给我解释 你闹够了没有 知情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佳佳 你没死 说什么胡话呢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让我看看要不要去医院 现在医院那边我可熟了 没事 我就是跟严总在公司里起了点争执 没关系的 这样 知情 你也别生气了 好久都没有知道你做的谁煮牛肉了 希望你下厨好不好 你就不能让张阿姨去买了 外面买的哪有你做的好吃啊 行 我的好老婆 我这就去给你买最好吃的牛肉 嗯 难怪银之井一直不回话 原来洛穴没有死 不过 看来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能打草惊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是亲眼看见他没心跳了吗 我是亲眼看见的呀 包括之前每次去看他他都在昏迷 不可能突然醒来啊 好在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只能哄他 把骆天鹤留下来的股份赚给我 那我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 难道就不算你们严家的人了吗 你别急 老大 和王总合作的项目他非常满意 他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抢占市场份额 我们之前投资的视频直播方面的项目 都已经播放量过亿了 老大你看要不要追加投资 喂 洛穴 你别急呀 奶奶昨天晚上跟我讲了一个新的计划 洛穴回来并不影响我继续转移洛家财产 你的我弄得差不多了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奶奶奶奶又是奶奶 你怎么什么都听他的呀 什么时候能有点自欺的计划 你都听到了吧 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 随意转移公司财产 这肯定构成犯罪了 你现在切记要稳住 先收集他挪用公司财产的证券 不能让他毁了爷爷的心血 怎么样爷爷 我是不是比您的亲孙女 一点都不差 是 洛穴 喂 洛穴 喂 洛穴你在吗 喂 这肯定可很难 这肯定是 这肯定是 坐下 你怎么能贽 要做點什麼 這個你放心 有奶奶在 什麼都不是問題 你好 您點的外賣嗎 我該回去了 不然 洛璇該起義了 還要 洛璇 這種錯誤 怎麼能讓您來呢 我 我開門去 少爺回來了 璇兒 我把牛肉買回來了 你看 好 媽 璇兒 你這 颜总 洛权 你拿着刀干嘛 这些粗活累活 你交给下人去做不就好了 哦 你原来是想亲自给我切西瓜吃啊 哎呦 这大西瓜 颜总 西瓜选得好啊 林总今天来家里 是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你们家洛权谈点生意 我们先吃赔了 你那天把手机扔出去 就是因为看到了白家家发给爷爷的照片 当时我是怕你受不了打击 现在你亲眼看到了他俩的事 到时候出庭 手机上的这些照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肯定是他和白家家害死了我爷爷 我会越大叫越疑 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去撕破俩毫无意义 反而会让他们警惕 我们也不容易找到更多不利于他们的证据 你要记住 你是洛权的孩子 洛权的孩子不会这么冲动的 哎呀 颜总 哎呀 我来就行了 这么客气 来坐 颜总 你不会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刚才啊 不是有意逗你们家洛权的 毕竟这是一个赚钱的大项目 我可不能拿咱们家族之间的感情来做筹码吧 什么项目 我看看帮你想想办法 明总本来打算和我们落实合作一个大项目 但是爷爷刚过世 我又不熟悉公司的业务 所以 来和明总商量一下项目的细节 明总 吃块西瓜 待会儿尝尝我做的水煮牛肉 今晚可不许走啊 明总 好不容易来一趟家里 来 不用客气 吃 来 目前看来 这么大的项目 还是只有你们落实接得住啊 我一直也没有接手公司的业务 特别是你们明氏这么大的投资项目 我肯定做不好的 哎 我可以帮悬崖照看着呀 毕竟咱们严实也是有这个实力的 可我们之前都没有合作过 敏氏集团一直也都是跟落爷爷合作的 况且还是这么大的生意 没有合作基础 我还真不放心 我跟知景结婚之后 很多实业方面的业务都转到严实那边 让知景负责 我们落实也就负责一些投资 担保 监管之类的 这么说 洛小姐是非常信任严总了 严总 这么好的媳妇你可不能辜负她 换做是我 我得天天供着 这就是个财神爷 来来来 敬你和夫人一杯 来 来敏总 别客气 夹赛夹赛 来 你们投资的项目是什么 投资的规模有多大 AI无人驾驶的新能源车项目 项目规模也就在五个亿左右吧 明总 你看 洛爷也肯定希望看到我和洛璇 把洛事发扬光大 我觉得 这个项目 最合适不过了 咱们要是合作 那肯定是双赢 不不不 三赢三赢 你觉得呢 回头再聊吧 先吃饭 好好好 来 明总 期待与你合作 雪儿 来 敬明总一杯 来 明总 明总 慢走 明天早起还有事 我就先告辞了 方便的话 顺路带我去探爷爷家吧 雪儿 我送你去 别耽误明总明天的事 没事 顺路 看样子真如百家家所说 明晰对洛璇是真的有点意思 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洛璇呢 刚才闽西来家里吃饭 吃完饭两人一起出去了 不过后来闽西 打算和洛氏合作的项目 有要给我的意思 流水 估计五个亿 五个亿啊 都五个亿了 你吃哪蚊子醋呀 别说是两个人一起出去 就算是两个人 真的有那个啥 你也得装着没看见呢 哎呀 你可是没过过苦日子 奶奶年轻的时候呀 你曾爷爷 能因为两个馒头 包给卖了 你这个呀 都不是事儿 再说了 家家已经怀了咱家的孩子 这洛璇呀 就没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 把洛家的股份拿到手 让我们炎家成为 封城的第一大家族 这洛老爷子呀 一辈子的心血 都在洛璇手里了 这点气 你都受不了 哎 没点气量 还想做封城的首富 你呀 小崽子 你还嫩点 人可以不要 但是洛氏集团 非我严加莫属 家家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发现知景出轨了 这是他出轨的证据 不会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从来没有想过 知景居然是这样的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姐姐 你可得帮帮姐姐 我现在只信得过你了 好 好 怎么不打开看看 好 打开 放心吧 我帮你 嗯 没想到这摄影师还真厉害 装拍得很成功 带托你了 颜知景你跟我说枪手 对不起 您拨他的电话 暂时无言接听 不接电话是吧 行 白总 颜总呢 你是集团的人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抢男人 白总 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是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有谁不好 你偏偏扔到我头上 谁就打死 让你知道什么样子 才叫对 你跟我抢男人 这白总 你这样干什么 你长得什么样子 啊 真的不我吗 再去认识 打死你今天 算什么 白总姐 如果好好说 不要动手啊 放手 这可是在公司啊 不要动手 你算什么呀 你 这是我公司 怪你屁事 你先跑 师妹 你跑得定了吗 你 躺 打死 你 你非要打死你 林总 我听说合同 你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我马上就到公司了 下次合作 为什么 什么 林安被打了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 给个说法吧 真是抱歉啊 林总 我会好好管教他们的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说 贵公司如此混乱 还有人敢在工作期间 打架斗殴 这样的公司换你 你还合作吗 林总 这种事情 也是头一次 在公司发生 头一次 我还在工作期间 白家家乡于 你俩许人士不叫私职系 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不是 集团的员工了 严总 能不能别开除我 你凭什么开除我 严知景 如果这一次因为你们 公司受到了损失 就不是开除你们 这么简单了 滚 看什么看 不又工作了吗 林总 这个处理结果 还满意吗 严总确实是一个 杀法果断之人 既然严总身边的女秘书 总是惹事 那我就把林安安排到 你这儿给你当秘书 这事就算过去了 老大 林安可是敏西身边的 大红人 敏西既然把林安安排在我身边 肯定是想和我合作 派个人盯着项目 严总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我也不是喜欢勉强别人的人 诶 明总 我身边正好缺个得力干将 就让林安在我身边 做我的秘书吧 林安秘书 赶快办入职吧 诶 明总 那项目 回头再说 请不吝点赞 来公司谈了上次说的项目投资的事情了 中间出了点小状况 没有继续谈他就走了 雪儿 要不你约一下他 看他什么时候来家里 我给他做水煮牛肉吃 我听说你今天把白家家开除了 是 当时我没在公司 他没处理好这事 我回来一生气 就把他给辞了 家家是我的好姐妹 你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呢 雪儿 你渴吗 我去给你倒点水吧 你明天把家家叫来家里吃顿饭吧 你这么说开除就开除的 我得替你安慰一下他呀 这 这不太合适吧 毕竟他现在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 雪儿 那好吧 那 那 那米欣那边的事 等明天 家家来了再说吧 家家家 听说昨天只紧把你开除了 你可别生他的气 他肯定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 你怎么光吃这些啊 来 尝尝这个螃蟹 特意为你准备的 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不怪颜总 我替只紧给你资金 我替只紧给你赔个不是 只紧就是这个脾气 也就是我跟奶奶能够相助他 这到了外面 他也不是所有人都放在心上的 来 我们俩干一杯 这事就算翻篇了 好吗 怎么不喝呀 家家 是不是还在生你姐夫气啊 太凉了 也被光喝酒了 来 吃菜 来奶奶 尝尝这个螃蟹 特别好吃 最近也吃 家家 来 这是今天特意为你准备的 尝尝我们家张姐的 手艺特别好 其实休息一阵子也好 正好我刚出院 也需要多出去走走 就是啊 从明天起啊 你就陪雪儿多出去走走 就当是出门散心了 好 那我就多陪陪姐姐 好啊 那我们明天去爬山怎么样 后天可以去攀岩 大后天我有个特别想去的蹦极 我们可以一起去啊 家家你还怀着孕呢 在家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怎么都不告诉我 孩子的爸是谁啊 怀个孕都能让你继续呜呜 说明这个男的他根本不爱你 是个渣男 家家 你条件这么好 又这么年轻 这么优秀 你可别以为这样一个人 耽误了自己 不然这样吧 我陪你去医院把这个孩子拿掉 好吗 我认识这附近一个特别好的妇产科医生 今天过去应该来得及 奶奶 不雪 闹够了没有 家家怀的就是我们严家的孩子 怎么了 家家怀的就是我们严家的孩子 怎么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是因为你刚出院 没好意思告诉你爸了 你的孩子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住院的时候 是 不对 那就是我住院之前了呗 你跟知情那么长时间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不怀孕 也不让别人怀孕 奶奶 你少说两句吧 今天奶奶 我怎么不记得我签过这份协议 颜总 你在医院昏迷这么长时间 没人管理公司 落实还有这么多项目等着签字 我也是无奈才这样 这份协议的签署 不是我本人的意见 颜知景甚至违背我的意愿 签署公司协议 我提议罢免他的代理董事长职务 不知道各位长辈有什么建议 考虑到协议的真实性 罢免颜知景没问题 但是 谁来顶替罗老爷子的位置呢 雪儿是洛家唯一合法继承人 我建议 由雪儿顶替 这些年一直都是严总 在帮忙打理洛家的大小事务 我认为 还有待商榷 没错 这事啊 就应该谨慎点 毕竟 有关落实的未来 其实无论是公司管理还是业务能力 我都不如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多向经书全书二位学习 一起管理公司 毕竟 爷爷在世的时候 二位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 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 还是投票表决吧 同意洛玄当代理董事一职的举手 表决超过半数 在这里我们恭喜洛小姐成为公司的代理董事长 我要忍住 不能被自己的愤怒坏了大事 小儿 我知道做出这种事情很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 我知道发生这种事本不该求得你的原谅 我也知道 我可以原谅你 但孩子的事情你必须处理好 你的意思是 让他把孩子打掉 奶奶年纪大了 她一直想抱个虫孙子 你非要跟爷爷赞助的大学生扯上关系 你知道这样会对洛世的生育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传出去别人会怎么说你啊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白佳佳 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你说什么 打掉孩子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我不能惹洛璇 洛璇让你这么做的 反正你先把孩子打掉 等这个项目结束 咱们再要 打掉孩子可以 给我一千万 什么 要不留住孩子 要不给我钱 你自己选吧 白佳佳 你别得寸进尺 这个孩子 你必须打掉 那我们走着瞧 明总 我来是想和明总谈谈项目上的事 我认为 我认为严氏集团也是有能力接这个项目的 希望明总 给我们一个合作共宁的机会 严氏集团这几年在严总的带领下 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明总您就别取笑我们了 来 明总 看看在项目上 还有没有什么顾虑 不知严总对 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 有多深呢 这个 就交给下面的人做吧 我只负责谈业务 毕竟人工智能 也是刚从国外研发不久的 国内 了解的人少是又少 既然严总不了解这个项目 但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做呢 这 你可以不懂 但你得找一个懂的人来跟我谈和做吧 懂的人 我不认为严氏集团有能力 接下这么大的项目 当然了 如果有洛氏集团担保 我也可以跟你合作 明总放心 洛氏那边已经原谅我了 没问题的 你自己考虑吧 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 炎池景刚找过我 说你原谅他了 你手里已经掌握了他出轨的证据 洛氏也重新回到你手里了 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婚呢 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他 我要让他体会到我的痛苦 你就不能放下仇恨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吗 你不是我 你没体会过我失去的东西 你也没资格要求我 你变了 洛雪 洛儿 大周末呢 还在忙啊 家家那边的事 我已经处理好了 那这事我就送过去了 敏西那边 很有意想和我合作 但是 他想让洛氏集团做担保 那个AI的项目吗 可以啊 我没问题 赚钱的事谁不上心啊 但是 他又提出一个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 他说要找一个 懂人工智能的人跟他谈 我这上哪找啊 这个项目国外也研发不久 懂的人都在国外呢 你不是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在国外学这个吗 你可以把他叫来试试 不行 他人还在国外呢 就怕他抢我 严家继承人的位置 叫他回来岂不是 你等项目结束了 再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先解决眼前和敏西签约的问题吧 哎 雪儿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要是没有你 这项目我肯定接不到 雪儿那你先忙 记得休想 张姐帮我把我的早餐打包 白佳佳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来我家的 哎呀 奶奶做的早餐真丰盛呀 姐姐要不要尝一尝 是夫人打电话让白小姐过来的 说这段时间呀 让她在这里养胎 哎 一个姑娘家 一点廉耻都不知道吗 没办法 母 平 子 贵 你以为有奶奶罩着你 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了 奶奶 你还有脸叫 你给严家做了什么贡献 是 你是洛家大小姐 可严家也不差呀 娶你进门不是让你来这儿 作威作福的 让你干什么自己心里没数吗 爷爷当初那么器重 一路资助你读完大学 为的就是你出来能够帮助爷爷家继续发展 你就是这么帮恩的 就是因为洛爷爷 才让我看到你们的世界 才让我明白我白家家就算努力 十辈子都赶不上你 如果能够重来 我宁愿洛爷爷不要自助我走出这个村子 因为我一旦走出来 就回不去了 爷爷之所以会资助你 是因为你是当时你们县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你就不能靠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吗 我还不够努力吗 我一步一步坐到严氏集团副总的位置 还不是被人家一句话就开除了 我白家家今天就告诉你 以后严家的财产 必须我白家家一份 就凭我肚子里的孩子 严家我注定了 以后我就安心在这儿做我的严家少奶奶了 你好自为之吧 少奶奶 哦对了 想和我评分严家的财产可以 前提是严之锦 是严家的继承人 这怀孕前三个月啊 最关键了 一定不能剧烈运动 奶奶 还要多 奶奶 我的大宝贝啊 奶奶 我想死你了 奶奶也想死你了 要不是还有学业没完成 我恨不得天天陪在奶奶身边 这个小丫头 这个真甜 姐姐好 我是白家家 你好 我那边有些行李 麻烦你帮我送上去 顺便铺下床 还有点事 要过去一趟 好吧好吧 你去吧 等你回来啊 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奶奶最好了 这是在外面受什么苦了呀 这么瘦 你和美女说的那么难相处啊 白家家 你还敢上家里闹 放开 你在干什么 你给我放手 你给我放开 姐姐 你没事吧 你这个畜生 来 姐姐 没事吧 来 坐下 家家没吓着吧 没事吧 干什么 奶奶 她要我拿掉孩子 什么 颜知景 你敢 我这也是没办法 不打掉孩子的话 你给我闭嘴 家家的这个孩子 必须给我留住 这点事你都办不妥当 以后 颜世集团怎么交给你 来 姐姐 不怕啊 奶奶保护你 我这削了半个多月呢 可有名了 洛雪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家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胡说 堂堂的严家别墅 什么消成了你们家的了 您可以去看看 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 少拿骆天恒来压我 你和知景结了婚 这个房子就是你和知景的婚后 共同财产 颜知景和奶 您可以留下 你给我出去 姐姐姐 家家都已经怀孕了 你怎么就没有跟当姐姐的样呢 姐姐 我认她 她认我吗 你 你 你是想把我 给我气死啊你 我不活了 我现在就去上吊 我死给你们看 你们你们 够了 我走就是了 在家 在家 该走的人都走 咱们也走吧 阿琪 雨 雨 雨 您的药 走 合作愉快 沈小姐 谢谢民总 给我这次机会 沈小姐 真是年轻有为啊 还没有毕业 就已经对新能源领域 有了这么深刻的见解 有了沈小姐的加入 不光是这个项目 整个严氏集团啊 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活力 哈哈哈哈 直讲 让你妹妹回来辅佐你吧 你们兄妹俩联手 我肯定能加上严氏的股票 哈哈哈哈 沈小姐 严氏集团现在缺一个副总 我看你不管是执行能力 还是思维逻辑方面 都很适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下 当然了 如果颜总不同意的话 明总 公司副总的位置上 我已经有合适的人选 英和他 在国外还有学业没有完成 等他杜金归来 咱们再做打算 AI项目现在在国外 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正好有几个大学同学 现在正在做这个项目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今天开会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既然公司的副总 还没有定下来 我觉得银河非常合适 就这么定了 知景根本就不是 落旋的对手 只有银河 才能让严氏和敏氏联手 慢慢吞壁 陆氏集团 你不是怀孕了吗 你不是要打掉孩子吗 这样运动 孩子掉了不是更好 你能不能别闹了 因为你 我现在不仅得不到 落实集团 就连严氏集团 我也插不上话 那是你和别人的事情 孩子我可以打掉 但是钱一分也不能少 否则 你这两年的事情 我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别生气 和敏氏合作的项目 我们已经签约成功了 咱们就等着分钱吧 你少给我在这话比 现在严氏集团 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到时候能不能分到钱 都还是未知数 我要是看不到这一千万 你损失的可就不止这个数了 找我什么事 看见了吗 转角的那家火锅店 是以前你奶奶开的 后来转给了别人 我听奶奶说起过 那是你和严氏集团 开始的地方 听说你刚回国 就已经签下五十亿的大项目 还成为严氏集团的副总 恭喜啊 这不得是你和明总的帮忙 就凭我自己 怎么可能从严氏集团手中 拿到一点管理权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从能力上来说 你才应该是严氏的继承人 而且我相信 如果你成为了严氏的继承人 对洛氏的帮助会很大 奶奶叫我回来当副总 应该是为了制衡洛氏 家里出事了吧 我和严知景是同夫一母 但是继承的母亲 一直让我远离家族棋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我可以帮你搞垮严氏集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能伤害奶奶 要不是奶奶一直护着我 我早就被严氏集团的妈妈 给意外死亡了 你放心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当然 你的东西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赌回来 那我们就是盟友了 互帮互助 找我 我刚才问了财务 民事给咱们公司打的项目 订金到了 公司别的项目有资金缺口 能不能先挪用一下订金 公司规定 转账这事 是要我和副总共同签字 财务才可以转账的 这次我不能签 你是公司董事长 这笔订金怎么分配你说了算 只要能保证我的项目顺利定行 资金链没断就行 行 那我就不麻烦你签字了 回头我让财务给你打个电话 你口头答应就行 嗯 先收到了吧 你答应我的事呢 什么时候吧 明天我就把孩子打掉 严总 这是公司员工上个月的报销款 您看下没问题的话 我拿到财务报销 怀孕了 还能去喝酒 泡温泉 哎 小丽啊 我记得你去年生过孩子吧 想问问你 怀孕了能喝酒泡温泉吗 凌安 帮我去来福市医院 调一下佳佳的就诊记录 我好帮她抓药安泰 是 奶奶 你怎么来了 听说米试转过来的定金被转移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说公司其他项目资金周转不开 就先借用一下人工智能的定金 我劝了她 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这个小兔崽子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什么都办不好 还总添乱 白家家 你别让我找到你 你给我好好说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我在家都听闽西说了 闽西 她怎么跑我这儿去了 你别把话题岔开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把钱给我还上 不然的话 对你 对严家 都是个大麻烦 奶奶 来你先坐 这个是啊 就是去年那个房地产的项目 缺点流动资金 我就先用定金把那个缺口补上了 肯定不会耽误咱们新项目进行的 别看我平常不来公司 公司有一点风吹草动 我都了如指掌 什么去年的房地产项目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把钱给我还上 不然的话 严氏的股份 你一分也别想得到 白家家他要打钛 他逼我给他赚钱 你非得要让白家家把孩子打掉吗 奶奶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奶奶 如果敏氏项目的定金 没补上 会怎么样 定金里有一部分是项目启动自己 如果一周内项目不能正常筹备 属于违约 严氏集团会背负天价违约金 你放心奶奶 我会想办法的 你想什么办法呀 错又不在你 严氏集团 如果这件事情你办不好的话 以后 严氏集团就跟你没有半毛关系 不动情 严和 幸亏你回来了 严氏集团有你 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奶奶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严氏集团 你还不赶快 别动气啊奶奶 找白家家把钱给我要回来 你还不快滚 你赶紧给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 没事的奶奶 我会想办法的 会好起来的 您好 您关注入暂时无法听门 请稍后再拨 您好 原来这一切早有欲谋 我要想办法 让自己脱离这个圈套 什么 他欠你一千万 那个死丫头 好几年都没回来了 上周 我找他要他弟弟的结婚 彩礼钱 他说没有 结果连电话都不接我 到现在我都没联系上人 你是他妈妈 我找不到他人 就得从你这里要钱 你说他欠你钱 你有凭据吗 无凭无据 我还是得欠我几千万 走走走 别耽误我做生意 不行 我今天必须见到他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老板 一千万的房产抵押 可以办吗 可以啊 还款期限是五天 如果五天之后 你还不上 那房子 可就归我了 行 快的话 三天就可以 陆小姐 我有义务告知你 AI的项目定金 已经被转走了 您作为担保方 可能会承担一些 后续的法律责任 没想到这么快 颜知境已经查出来 白家家没有怀孕 现在已经联系不上 白家家了 查一下白家家老家的地址 是 白家家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我上大学 你掏过一分钱吗 总之你要是 不拿钱出来 我就把你交给 那个姓严的 你看就问吧 姐姐 别看了 我一个人来的 你来做什么 我是来劝你回头的 颜知境挪用的工款 都在你这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其实我都知道 只要你答应把颜知境 赚给你的钱交出来 我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 我的钱都是我自己 凭本事赚来的 你自己老公管不住 凭什么把过水在我头上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你不该过这样的生活 敏事集团的项目定金 我已经补上了 为什么二期款还没补过来 技术部门出了点问题 估计要下周了 下周 按照合同 他们昨天就应该把钱打过来了 这 这太随便了吧 你不也很随便地 把钱转走了吗 我 我呢是因为公司的另一个项目 因为是前期资金不足 导致的技术部门出现问题 从法律上说 他们并没有违约 所以只能慢慢等 喂 李哥 哦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李哥 我公司资金周转 出了一点问题 颜总 你之前向我借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 你看这事 怎么办吧 李哥 我多给你一点利息 再宽限我两天 一天 我 这 要是明天之内 还还不上利息和本金 那套别墅就归我 哎 喝茶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洛儿啊 你现在的球技是突飞猛进的 再练几个啊 恐怕我都不是你的对手了 还不是赵叔您教的好 洛小姐 炎之锦先生到了 在那边等您 没想到啊 这小子这么快就上钩了 什么事啊 公司有个项目 资金链出现了点问题 能不能先从洛氏 周转一千万给我 什么项目啊 我怎么没听银河说过 是他回国前的一个 房地产项目 你也知道 现在三线城市的 洛氏的项目为款 大部分还没有收回来 再说了 我刚接手集团 随便能用公司的资金 其他股东会怎么想 严氏不是跟敏氏 合作了一个几十亿的项目吗 现在严氏的股份 肯定很值钱 如果严总 肯让我这个老头子 摸点小力 这个忙不是不能帮 赵叔 有什么事您说 把严氏的股份 再转让点给我 转让股份 好了奶奶 您多休息 别轻易动怒 奶奶 严总好 我给你买了 你最爱吃的火龙果 奶奶 奶奶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是我不对 不应该轻易相信 白家家的 以后 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 好好好 不提他 不提他 来奶奶 奶奶 你能不能 先过激一份股份给我 要是没有股份 我现在在公司 一点主动权都没有 这个项目最后的利益 可能就被洛选给独占了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严氏集团有银河在 我完全不用担心 会被独吞 至于股份嘛 现在给你 还不是时候 知景啊 我为了让你当上 严氏集团的继承人 我付出了多少 你怎么就不明白 奶奶的良苦用心呢 我知道 银河妈妈的死 与你无关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银河这次回来 你要好好地配合她的工作 还要忍受 她对你的仇恨 我老了 是指望不上你了 有银河的一份 才有你的一份 严氏集团 才有希望 奶奶 我只要10%的股份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为了还这一千万 我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要是这个钱还不上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奶奶 你这个逆子 你给我捅了那么多娄子 我是不会管你的 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滚 你给我滚 滚啊 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奶奶 姐姐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这是灵安收集到的关于奶奶的录音 你不是答应了我不会为难奶奶吗 你听过就知道了 我有事先走了 我为了让你当上严氏集团的继承人 我付出了多少 你怎么就不明白奶奶的良苦用心呢 我知道 银河妈妈的死与你无关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银河这次回来 你要好好地配合她的工作 还要忍受她对你的仇恨 我黑了公司的网络 这是我收集到的一些 关于燕奶奶的证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洛小姐安排我帮你复仇的 民总早就发觉 岩氏这几年 发展的速度和实力不成正比 让我暗中收集 岩氏这几年发展的内幕 照你这么说 洛璇将要独到岩氏集团了 没错 本来洛氏和敏氏 就拥有岩氏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加上赵书给的百分之十 他现在已经是岩氏集团 最大的股东了 而且洛氏那边 已经掌握了岩总 挪用公款的证据 这个逆子就会给我添乱 快坐 你先坐 看来 想拿回洛璇手里岩氏的股份 就只能把白家家交出去 小张 带我去一趟洛家 好 洛爷爷的房间收拾得差不多了 你以后啊 就安心住这儿吧 人老了就特别念旧 我和老洛好歹是好几十年的交情 来看看 没想到你们都在这儿 敏少爷你怎么也来了 是我让敏锡 来帮忙的 我打算以后就住这了 听说 你成了我们岩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 是这小子给你出的主意吧 不过 岩氏集团从我这儿转走的股份 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 我有权要回我的股份 你不会连这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吧 可是这样的话 岩氏集团岂不少被送进监狱 我劝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我欠你的 会还你的 但是你要断我们岩家的后路 我不会放过你的 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 岩奶奶 岩总从小到大 一直受您的影响 今天她走的这一步 也是她咎由自取 而陆璇也只不过是帮您教育了一下的 我孙子也是受到了白家家的蛊惑 我们也是受害者 这样吧 我把白家家找出来 把欠你们的还给你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就请您先回吧 我们还得继续收拾屋子 把这 church家 游奶奶 没事吧 我送你回医院 我送你回医院 这个 快 颜奶奶让我来接你 上车吧 你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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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偷吃啊怎么样是不是很难吃啊好吃啊我尝尝你干嘛你让我尝一口吧不行不行我自己都不够吃不能吃 我 你别怪我 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白佳佳 她怎么在这个时候 给我发位置贡献啊 我们要不过去找找 万一出事了 不许好 你要干嘛 白佳佳 严奶奶对你不错吧 你为什么要骗她 我不是故意骗她的 我错了 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这是你诱导颜知景 犯下的错 签了这个认罪书 我就放你走 对了 还有你从颜知景 那里骗的钱 全部都得还回来 我不欠 你们这是让我下半辈子 在监狱里过吗 没有那么夸张 你签了这个认罪书 在里面也就待几年 等你出来之后 你会得到严氏集团 百分之一的股份 这百分之一的股份 也可以保你下半辈子 一事无忧 还能投资做点小生意 严氏集团的股份 你们自己信吗 再说我从来没有 诱导过任何人 都是颜知景的错 凭什么要我来承担 白家家 别说话 那好 那你就自己 在这儿慢慢想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再跟我谈 救命啊 救命啊 老轩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救命啊 救命啊 白家家 你怎么了 我就知道 你们会来救我 干什么呢 这里是封城晚报 我们接到内部消息 封城三大集团的 严氏集团 因涉嫌非法性标 偷税漏税等一系列罪行 现在有关部门 已经在严氏集团内部 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此次事件可能会颠覆 封城商业圈的格局 事件的后续进展 我们会持续跟进 希望大家关注 张局长 你身体好吗 别来这套 我听说严氏集团事情 省厅都已经知道了 这我可帮不了你 问问别人吧 孙台长啊 您能不能帮我封锁一下消息啊 我不想让严氏集团的事情 闹得全程皆知啊 我一猜你就会给我打电话 可是贵集团的事情 那不是一个人报出来 这里面涉及到 敏氏洛氏集团 我也是稀有余而力不足啊 奶奶 你这个逆子 我一辈子的心血 都毁在了你的身上 逆子 都毁在了你的身上 奶奶 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奶奶 奶奶你别吓我啊 护士 护士 严总 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节哀顺便 你在干什么 申小姐吩咐的 她说让我把你的东西 搬到旁边办公室去 我是董事长 你是我的助理 你只能听我的安排 抱歉 严总 哦不 你现在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严氏集团的董事长 现在是申银河 你说什么 申银河 这 这是 离婚协议书 你要跟我离婚 签字吧 不签 不签字也行 我就把你挪用公款的罪证 交给警察 你在说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做了什么事 你自己清楚 我现在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 骆小姐不起诉你 是因为她对你还有感情 我们老大要是生气了 后果可就不一样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自己选择吧 雪儿 骆雪儿 你看 我现在才知道 他对你来说 你去买 我来说 我就不换 你来说 你来说 我的选择 你觉得 酒 你去买 我来说 你去买 我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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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能瞎逼 真辛苦你俩了 累坏了吧 哪有 比如说这点东西了 就算是把整个 严氏集团搬过来 都不在话下了 好了 都饿了吧 快来吃点东西 会儿就算是把这些东西 你也问我说这些东西 都不在买 干嘛搬我家东西啊 少爷 搬家公司的人是我叫来的 钱我已经付过了 法院的人过来说 别墅被查封了 让我们赶紧搬走 少爷 这么多年来 感谢你们家对我的照顾啊 哎呀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小心点小心点 你东西怎么这么大呀 气死我了 小儿 我想见你一面 在奶奶之前的火锅店 这是我们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记得小时候 你最喜欢奶奶做的火锅了 那天 是洛爷爷带你来的 哎 就坐在那个角落里 再没好的回忆 时间长了 就淡了 雪儿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继续保护你 如果你来是跟我说这个的话 那我们没什么可聊天 哎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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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你别走 雪儿 雪儿 雪儿你给我解释 放开我 雪儿 我们谈谈吧雪儿 我让你放开我 你听见没有 你想跟我谈什么 谈公司 谈不要离婚 还是谈爷爷 雪儿 我不是 你又想说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是吗 爷爷在天上看着呢 雪儿 我 我知道你对洛爷爷的感情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你要相信我不是有意的 算我求求你 放过我 你放过你自己 各位 由米市集团和洛市集团共同投资研发 由岩市集团负责生产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 天使的概念车型 今天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岩市集团目前所有业务都已经井然有势地步上正轨 我相信随着天使的降临 大家手中的股票也会持续攀升 下面有请我们明总 骆总 一起为我们揭开天使的面纱 倒计时 十三 二 一 洛萱 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 哦 原来今天是洛萱老师的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也没准备什么饭菜 不然咱还是出去吃吧 想尝尝你的手艺 外面都吃腻了 就是爱琪 我还没吃过你做的饭呢 那说好 别嫌我做的难吃啊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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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还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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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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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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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快乐 炎之主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什么 雪儿 生日快乐 谢谢 我 我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 我啊 我 Sta兽 这些费物 一部分 是 哇 嗯 那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